哈喽大家好我是A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解我家的小楼虎 给大家送红包 祝大家跟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 拜年 上一期的春节送酒指南 大家都觉得非常实用 那这期呢我就来支招一下 大家年夜饭上应该配什么酒呢 我好奇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哪一道菜 是你从小到大的年夜饭 绝对不会出席的 请抠在上方 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潮汕人 我跟你说 这一道菜在每一个潮汕家庭都会出现 就是蒜草芹菜跟大葱 为什么这道菜能成为一道硬菜呢 在我们潮汕方言里面讲 坑菜生甲六五几坑 意思就是来年报复 我会把出现在年夜饭的菜呢 分为四大类 第一大类饺子 我觉得饺子呢 就是大部分家庭的年夜饭 都会有的一道菜 俗话说穷过年富过年 不吃饺子等于没过年 我们吃的大部分饺子都是以猪肉馅为主的 拌一些什么韭菜啊白菜啊 口味呢是又甜又鲜 很适合来搭配德国的雷斯令白葡萄酒 推荐一下红依乐园的这一款 德国雷斯令白葡萄酒 来自法国著名产区莱茵黑森 性价比是真的好 它的口感呢是属于干型 但是有一点点的回甜 酸度呢就是典型的德国雷斯令特有的酸爽 很好地平衡了饺子里面的油腻 果味呢是属于有点像甜瓜 青泥跟柠檬的结合 很轻柔但是不会盖掉饺子的味道 我建议大家呢喝之前放在冰箱里面 至少一到两个小时之后再喝 你想象一下 吃一口热腾腾的饺子 再喝一口冰冰爽爽的雷斯令 安排 第二大类海鲜类 什么油爆虾又或者清蒸虾 意义就是红红火火 这款来自AXR的加州侠多利白葡萄酒 就非常适合搭配各种海鲜 带于点黄油奶油的香气 以及柠檬还有芒果的果香 很好地中和了海鲜里面的心 嗯这个奶油的味道 我感觉在吃奶油蛋糕 这款酒呢夏天就会出现在我的小酒馆了 期待吧 第三大类鸡鸭鸭等肉菜 鸡肉呢几乎是在年夜饭里面占C味的 在我们广东就有葱油鸡 姜葱鸡 白切鸡 沙姜鸡 遮遮鸡 我感觉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出广东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活着出我们广东 肉菜的话呢 在做法和用料上面都会比较重口 所以我会建议搭配口感比较柔 但是果香十足的混酿红葡萄酒 像这款来自帕索的红葡萄混酿 这款酒我真的是找了很久很久很久才找到了 大家很快就可以在我的小酒馆里面看到了 香西上面它有一点酸樱桃 还有李子的结合 但还有一点香草的香甜 喝起来了完全不色 超级柔顺 我现在出去吃饭都带着它 产量非常的小 只有250箱 很快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最后一类 火锅类 火锅真的就是年夜饭的懒人必备 火锅的话呢 我就分辣跟不辣 辣的火锅呢 我就会建议大家去搭配我刚刚讲 搭配饺子的那款半甜蕾丝林 反正就是有一点点甜的酒 都可以很好的中和辣度 千万不要搭配那种特别色的红葡萄酒 会让你辣成香肠嘴 本人亲身经历 不辣的火锅就比如说什么潮汕牛肉火锅 又或者是北京的那种涮羊肉的铜锅 我会建议搭配气泡酒 如果预算高呢 你就买预算之内你能承受的法国香槟 像我们这种低调年夜饭的话呢 我会建议大家搭配来自意大利的 Paseco气泡酒便宜又好喝 OK这就是我给大家做的年夜饭下酒清单 看到这里大家肯定心里都有点底了 在入年货的时候把酒也都安排上 其实呢年夜饭的意义不只是在吃 而是和家人见面团聚的温馨 在微信中希望新的一年越来越好 喜欢Evy的节目别忘了 三连一个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